大家好 今天是NPS的Z9試玩會 除了試玩之外 來到Nikon一個全新的地方 今天帶大家去看看這個地方是怎樣的 Felix Sir 剛剛試了Z9 覺得怎樣 很誇張 很興奮 你又用單板 又用過Z9之前的機 一天去到Z9 你覺得怎樣 首先身體比我預期中輕 因為我看到這麼大 我想都會有這麼一重 因為旗艦機 但我拿上手 和剛才也拿著長艇 一拿上手 給我真的覺得OK 但它的輕度不是飄 就是紮實 但比我預期中 即我心目中的預期 是真的輕輕 所以拿我覺得也不是太大問題 手機 我相信是會切夾問題 像它的8400 其實它Z9的時候不會摔透 很舒服 剛才我拿著 都很舒服 不錯 那身長你覺得怎樣 很棒 我只是從這邊 看到那邊 試機試鏡 大把Viu可以找 可以試 開陽舒服 滿意嗎 好滿意 謝謝你 不要騙人 OK 謝謝 喂 Chris 是 對了 這是一個新地方 我們不如問一下 Chris 就是一個專線師 我們問一下 你覺得這部Z9 有什麼感覺 快 快 還有手感很好 即是你覺得好像 變回以前那樣大部 但其實你拿上手的重量很輕 還有聰明 對焦快 對焦快 還有EVF很光 好光 後面試過 好光 好光 很方便 可能戶外工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用 是有用 還有它可能低光的時候 它都找到Focus 對焦快 對焦快 是負8.5 對焦快 最低焦快 對焦快 對焦快 平時都是 比起Cellope 672 都會爆 就算是它轉身 是後面 後面 都可以 剛才我試過拍足球場 那些小朋友 踢球 真的 哇 它拍照很快 這個是很不同 對 真的很不同 不如問一下 新的地方 你覺得怎樣 我非常喜歡這個場 對焦快 對焦快 不如說一下 不如說一下 整個場的設計 是舒服很多 感覺 還有大寬闊很多 對焦快 對焦快 這麼多玻璃 可以試機拍攝景 都很方便 對焦快 我看到下面有人踢球 可以上去試鑽 對焦快 還有很多樓 我覺得這個景色很棒 對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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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對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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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了機 你覺得這部Z9 怎樣 比預期中更加突破 我覺得比Z7 因為我用Z7 還是比Z7 對焦快很多 對焦快很多 還有很像以前用單翻的感覺 對焦快很多 我記得你用Z7之前 也是用D5 對焦快 那是D5的感覺 還是比Z5更好 我覺得比Z5更好 對焦快 這麼好嗎 對焦快 不過它那個 模刻屏 可能要有機器 上手 習慣一下才行 對焦快 因為它不同 單翻它會遮蓋 對焦快 其實是好 只不過可能 我們需要習慣一下 太快了 太快了 沒習慣到 很棒 大家好 Donald 剛剛試了Z9 你覺得這部機器 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這次我覺得 最初一開機 一按鈕 我覺得 快門給我 是很單反的 很單反 不會像中階機 但其實它是一部 沒有快門 沒有機器的快門 我會覺得 很有影響的感覺 但它是一部 沒有快門的機器 洗線 另外 追焦 我覺得很好 剛才我追著 下面的球場 可能人已經很小 小到好像 顯示的字 大一點 但它也可以3D 鎖住人 或者認到人的頭 有時候 有一個感覺 因為我聽你 好像用750 很遲才轉石器 譬如我單反年代 由D50開始用 最後其中的D750 都用過以前有一兩部旗艦 我又可以用一部無反 但在享受用單反的感覺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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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好 因為你真的由單反轉 Z9 再去體驗Z9 你說的話 我覺得非常之好 大家都可以聽到這些意見 不錯 謝謝你 不如說一下 剛才你說 可以看到這個新的地方 可以拍攝球場 你滿不滿意的地方 這次我覺得 譬如它的玻璃幕牆 這麽闊 應該可以多些人試機 而且它下面剛好 也有個球場 可以踢球 可以拍攝球 而且它這裡比較舒展 試的時候 大家就不用遷就 我在這邊 有些空間 給大家可以試試 整體都滿意 我覺得是更加好的旺角 好 那就好了 多謝你 多謝你的意見 Jason 你好 你現在試了一部Z9 你的印象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知道你是D5的用戶 亦都買了Z6 亦都有Sony的Alpha9 你拍攝運動這麼多 應該很有意見 不如讓你分享一下 你的印象現在Z9是怎樣 Z9 其實已經回到以前D5 握上手的感覺 還有它那個 令我很印象 就是眼球對焦 真的很快 因為之前用其他品牌 Sony 像Z6 也好 Z6也好 以前那個眼球對焦 我想要人去到一半 才能發動到眼球對焦 但現在我剛才看 你剛才展示給我一張照片 還有剛才我試 人很小顆 已經可以對到眼 已經對到眼 對 即是它基本上很遠都可以對 很遠已經對到眼 對 還有那個 Z6 拍攝運動的對焦 一般般 但現在 完全是可以 已經去到最最高級的 那連拍呢 連拍對你應該有很多幫助 很有幫助 對 我也想試一下 1秒120張是怎樣的玩法 真的要試這個 真的很棒 那你會不會 叫做過了有Sony的計算 會不會 還考慮回來設計 會 會 頂一下Gavin 現在頂一下 頂一下 好 OK 那既然是NPS的Revent 我們來介紹什麼是NPS Nikon Professional Service 就是NPS一個專業服務團隊的服務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專業攝影師 亦都合乎資格 就可以參加這個NPS NPS其實有很多服務 可以幫到手 在維修的時候 你可以借鏡頭 因為你有些工作 你沒有了鏡頭 就麻煩 維修的時候 它便可以借鏡頭給你 使用 亦有些大型賽事的時候 提供一些支援 這是非常方便 一般專業攝影師的服務 至於申請 其實是不難的 其實現在 它有兩個類別 一個類別 就是普通NPS 一個就是 Plus 基本上 你有18歲 或者你是香港居民 當然是 那你便可以申請 那有什麼要求呢 普通呢 我們先說回 普通呢 它需要有一個Body 其實OnList 其實都有很多型號 甚至乎 去到D500 D60 它也是可以的 另外 需要有三支 的Nikon鏡頭 另外 就是需要 有些 證明 你是專業的攝影師 究竟 他們界定 如何為之 一個專業攝影師 其實他們 是有一個界定的 例如 就是 香港攝影業界的 註冊公司 他們有拿到 商業登記 例如 受刑於一些公司 他們是攝影師 又或者是 政府部門做事 又或者 你在一些 職業職業的時候 你拿到一些 通註冊公司 Media 通註冊公司 你能夠證明 你就可以了 另外 通註冊公司 就是 要求 會有兩部Body 當然 也是 需要全職的專業攝影師 Body 和普通是一樣的 只要你有上述的Body 另外 跟普通一樣 都要有三支鏡頭 另外 也是 要證明你 本身是一個專業攝影師 其實 職業攝影師 也不用擔心 如果你本身 是職業攝影師 也可以額外提供 一些資料 證明你本身的工作 他們都會 諸情考慮 所以 如果你日後 想參加這些 力肯活動 預先可以看看新產品 記得參加NPS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如果你對NPS 的服務有需要 就一定要參加 我會期待 謝謝你 謝謝你 volume